刚跟大家提到44页这个 44页这个 MyMap是最近才推出来 其实之前有类似 可是没有像它那么灵活 就是比较死板 那为什么要特别推荐 老师首先看一下 ParseMap我有放两个联系 一个左边 一个右边 你如果打开这个 它会要你注册 然后呢 可以看付费方案 所以你就不用 不用左边 你要看官方网站看看 但是如果你想要用 直接 目前现阶段是不用注册就可以用 请你右手边 它有一种工具 都不用注册 要点进去就可以用 那 它很特别的 老师一定都有过新制度 有过简报 有没有用过白板 我们Canva里面有互动白板 那或者像以前 线上的时候 Google Google Meet不是有个Gambo吗 类似这样的概念 可是它更灵活 那 你看 这里 我有列出两个 范例 这里两个 那我们看一下 像最近 不是有以罢通图吗 那你可以用新制度的方式 也用 视觉简报的方式 那如果说 你看 我把 这个网 我先把它这个 后面这个打开 老师看一下 我们刚讲 它不是有11种工具吗 你来看一下 它在这边 有没有 你可以翻译 没关系 你可以用翻译的 第一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新制度 Mindmap 第2个 第2个好像叫做什么 文章 那个叫做 文章生长器 对对对 好 那你看 视觉化的 脑力激荡 Virtual Presentation 是不是简报 视觉简报 对对 这个就做简报 那你要往下走 Pick a deck 好像叫做什么 Pick a deck 对对对 这个 我忘记了 那你也可以像 后面这个叫 讲故事 类似像这样 它有好几个 10万的分析 大家常用 对吧 这个 做决策用的 然后这个 Carbon Full 这个叫什么 丰田的那个 看板 对看板流程的 解决的 比如 我是 它比较像那个 卡片头笔记吧 有点类似像那样子 就是 你要做什么 对对 对对对 就是把要记得 要做的事项 进行的事项 完成的事项 把它列出来 就是 叫做什么 推销 推销 策略 行销 对不对 对对对 像这样子 有没有发现 都可以用 那假设我要让它产生新制度 来我们 按一下这里 事实上进去之后 它就是都可以混合一起用 只是它 前面先有一个 好像一个 一个 让你知道说 它工具可以做什么 虽然 看起来界面 只有英文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用中文 繁体中文 所以 你在这边 你看我来把 对 来 我们把 刚刚这个 文字我把它 复制进去 这里 尾巴冲突 这个我把它复制起来 好 你看 我来问他 请他帮我 生成新制度 好 那如果 你担心 他没有用 繁体中文回答你 你在后面 你应该知道 要夹什么 对 请用繁体中文 回答 好 这样好了 下去了 那 老师可以思考一下 那就有可能会 简体 所以最好 明确一轮 对对对 老师你想看 这个议题 如果你在 班上直接 叫同学回答 应该没有人会举手 对不对 一来 可能他 不好意思 二来 他 没什么概念 所以我可不可以 先用这样 你看 你看 他就会生成 有没有生成 来 老师怎么放大 他们穿着叫华苏古能 有没有跟网页 放大说小一样 你看 这样有没有新制度的概念 真的把你生成了 你看 他告诉你 地缘政治 涉及国土宗教民主 身份认同 好 那我按住空白键 有没有变成熟 空白键标放 有没有往后拉 你看 他就从历史背景来看 从 冲突点来看 从国际反应来看 也没有这样一个一个生成出来了 那 以前我看的那一个比较死板是 他生成之后是不能改 可是我们这个服务 生成之后是可以改 对 你可以针对这些 比如说你看他历史背景 我们看这里 有 有没有 二战前的 这个建国 如果你 希望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这些内容 你看点到这个节点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问AI 好 你看这里 我把它放大给老师看 你可以帮我 帮我写的改善一下 对不对 修饰一下 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 点到这里 他还有什么 把它变得更短一点 变得更长一点 有没有 还是你帮我再解释一下 或者解释概念 你有没有感觉 我可以跟同学 介绍这个工具 这样子他们有没有回答 因为会比较高一点 即使他用的是他回答的内容 可是没关系啊 老师你的责任是告诉他 什么是正确的 你的责任不是告诉他 描述那个历史啊 对吧 所以你看 我如果点到这个 我用AI 你帮我再解释一下 你看 他会在哪里 他会在后面 会再帮我们深层 有没有 他开始深层答案 等他一下 在这里 有没有开始 所以你知道以后同学不会去竹竹馆了 不是 现在就不会来了 竹竹馆是竹竹馆 对啊 我们现在最怕的是 如果AI给的是错的资料 你要告诉他 所以跟我们现在在网路上辨识什么 真假讯息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要的叫做素养 素养的目的就是要让他能够辨识真文 那用这个有没有方便 老师直接在教学上说可以用的 到底AI给你的正不正确 其实他的规纳是真的不错 而且这个也可以做简报 这可以变成简报的 你看 他给你的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 你可以透过上面这个叫叶框 这个 老师也可以自己再增加文字 然后再增加简头 都跟我们一般用心意图一样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把他变成简报的 我就是搭配这个Friend Friend 对 我就看哪一个范围 对 哪一个范围是我想要 讲的第一个主题 比如说这个是我现在想要的第一个 有没有这样就有一个框框出来了 好那我就把它移动到我要的位置 让他拿下来 有没有在这里 好那如果我后面还要 我再增加一个 这里 好这样两个对不对 你看 这里有没有一个Play 右上角有一个Play 好 他他就会依照叶框的顺序 来讲 对 先看全部的 按下Play 对 有没有跳到这里来 可以先 对 等于说我把资料整理好了 那我就可以来准备做简报了 虽然这里 没有像我们一般那个就是 PowerPoint啊或者是Canva这样那么 漂亮对不对 对可是 概念很好用 这是实用功能 对这个是 我是要看你的观念懂不懂 不是要看你的简报漂不漂亮的 那你说他可不可以插入网页的资料 可以 他也可以插入网页的资料哦 你看上面这边 在插入的时候 除了文字 有没有可以把网址贴进来 你可以贴YouTube 所以你可不可以整理资料 可以 对 你看 那你可以做标题图片 甚至可以上传 附件 你会觉得类似像 其实就是白板新制 对 对 如果老是好的 可不可以分享 当然可以啊 右上角有没有看到 很像Note 那一种 Notion 对对对 也是一样 对 分享 甚至你也可以汇出图片 他最多可以2K 免费的 免费到2K就2048 所以资料不多 应该还好 但是我会比较建议用分享 因为我只要取得网址就好 那他也可以共编 但是免费的共编是最多5个人 所以小组 适合 就跟KEMA的共编一样 我可以邀请同学一起来编辑 这样是不是就 在使用上就更方便 所以这个是我最近看到这个 把AI整合到这里面来的 那这样 教学现场用就真的很方便 这样 可以 对对 后面还很多 可是实际上 还要再讲吗 我看我不知道老师 那我们 乐乐 就是谢谢 我们那个 廖老师 是是是 没关系 我们有一个人 我 没有关系 我们有一个人 没有关系 我 谢谢